如果Tesla 你怎麼看現在這樣的跌法呢? 說真的Tesla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你也有說到的 其實業績方面真的沒有什麼 去年的業績真的漂亮 就是剛剛過去那季 全部東西都比預期更好 最大的問題真的出自 就是它對今年的說法或者展望 或者是說出來的方向 因為剛才也在說 本來大家對今年的Tesla 覺得增長還是會比較快 最主要是當時會覺得有些新車會出來 例如西巴特特這些不同的車款 或者是所謂很便宜的電動車 其實之前都說過了 所以預料今年也可能慢慢有機會推出 但是你見到結果 Elin Musk也說到今年暫時沒有新車款出 這些衝景暫時落空了 連帶就是交付量 其實增長今年預期是五成 其實五成也不是慢的 但是對比去年一百成多來計 其實是慢一些 我想兩樣因素加起來 就令到大家對Tesla的估值 其實很難因為這一次移職之後 一些的說法有一個很大的上調空間 反而會有些借勢調下來 因為過去我自己也說過幾次 Tesla 沒錯 你說論前頸長線是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例如去年年尾這一層 大家看圖都知道 衝上可能1,000、1,000、1,000樓上這些 其實很多時候已經反映了幾年的營利增長預期 所以你說這一刻如果當過營利增長 今年的預期是要推低的 自然股價是要斜到手上的 所以這一刻我想短線來說 股價也會比較弱一點 或者是頑皮一點 再加上其實你以走勢來看 其實因為過去你看到幾次試上1,000、1,000 這些位置之後 其實最深的那次的調整是下到900元 但是這次其實這一刻也打穿了這些位置 我想如果900元這位置是不能上去的話 很明顯地整個頂部是壓了下來的 如果這樣算的話 可能真的要出紋不出紋不出紋不出紋 所以我想如果純粹從短線角度來說 當然你做淡就沒得說了 但是你做好的話 我想就未必太適合住了 我想都是以一個 可能比較長線的心態 也會好一點 那即是高位買 要不要減減倉還是不 其實可能忍多一會 可能都會回到 我覺得看它本身的貨量多不多 這個真的要 假設你剛才1,2,1,1 我當你真的全然賣了 當然這麼說 我想如果真的這麼高的買 而你本身是很重瘡的 那一定是要減的了 你沒有辦法的 不要說Texus 每一隻股你玩開都知道了 你高位有貨還要這麼重瘡 你不能不減的 但是如果你說高位有貨 但是你可能很少的 其實我覺得都還可以減一下 甚至乎你可以等我減 例如8,8元鬆一點這些位置 是真的定得到的 那慢慢再加多一點點 我想這樣會比較靈活到高一點 因為如果你少貨 而你去到800元邊 800元留下附近 你再加多一點 那假設你到時真的 你博中了是慢慢站定得到的 其實拉回來的均價 就變回約1,000 其實就不是說真的太高了 所以我覺得 可以看看自己本身的貨量 多不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多的 那我想都是要減減才會好一點 我就跟中國伯父玩一樣 那就請進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